小豆島的氣候很溫暖 不只橄欖喜歡 也吸引不少人移住到這 當中還看得到 台灣人的蹤影喔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台灣人在小豆島 從門口掛的 晴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到室內的客家花布 台灣地圖等等擺飾 就能感受濃濃的台灣味 這家小店賣的 還真的是台灣味 這個是滷肉飯 然後這個是雞肉飯 然後這個是炒飯 食堂大約十個座位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台式炒飯 滷肉飯 滿意台灣味 蒸奶用的是明治牛奶 手工豆花加入澀漿葡萄 台人交融又升級享受 這家小豆島唯一的台灣料理 吃得到道地台味 也聽得到濃濃台灣腔 你好 裡面坐喔 你又講說我了喔 對啊 我是台灣人 老闆松城師和澳中打工時 認識後來變成老婆的日本女孩 原本是年收百萬的電子工程師 新冠疫情期間 全球電子產品需求大增 讓他忙到沒時間陪伴太太 和剛出生的孩子 福建良討論生活模式必須改變時 小豆島浮現腦海 一位老婆十年前工作呆過 非常喜歡島上清幽純樸的環境 認為很適合孩子成長 於是2022年 從台灣搬到這裡過宜居生活 她在賴戶內海這邊環境很棒 風景很美 所以她覺得小朋友在這邊長大 就是滿幸福 滿開心的事情 搬到嚮往的小島生活 足成師漢展開新的人生篇章 阿公在台灣開酒樓 他耳濡目染學會做道地的台灣小吃 剛好在小豆島派上用場 台灣食堂就叫阿公 感謝阿公的教導 小豆島唯一的台灣食堂 吸引在地人嘗鮮 另外藝術節帶來觀光人潮 也是客源之一 開業短短一年 成長空間還很大 福吉良有信心 齊心協力度過創業初期的 種種挑戰 我們都是要靠他 所以就是滿謝謝他 目前有六個台灣人一居小豆島 足成師漢的台灣食堂 是台灣人解香蟲的報道處 日本人的常見處 他也希望這裡 能成為台熱交融的小橋樑 五顏六色的口味像是調色盤 塗滿吃冰人的極致幻想 小豆島人氣店賣的是 義式冰淇淋 義式冰淇淋強調第一支天然 原料兩種牛奶和新鮮蔬果 檸檬無花果 當季新鮮地產都不夠稀奇 小豆島特產的醬油做成冰淇淋 這你就沒吃過了吧